金纸上四方框框里 图像比有用意 老祖宗告诉我们如何生活 他说我们人只要在方寸之间 守规矩守本分 就可以得到每年不断的 多福多禄多瘦 把大家心中的期待 印在金纸上 甚至代表人们跟神明对话 这样的工作 陈昆辉做了半世纪 以前竹南中港像他一样的师傅 至少好几百人 如今只剩一成 三十多家工厂还在运作 他继续做的 里面这个方方正正的 比较石板 这个看起来比较灵活 要贴在金纸上的锡箔 处理过程 更需要几十年经验老员工 指尖的灵活 我们看到他这样子 就会脏脏分明 对不对 就会分开了 好 错 这样就分开了 好 这样 好 这样很好睡 一整一整一整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好 原来黑暗 原来如此 我们从来没看到过 小心翼翼不弄破的锡箔 要再上一层金油 最初金油是用中药槐花提炼 整张金纸可以吃下肚 不是迷信 后来金纸制作用到甲本 很长一段时间跟污染画上等号 从事文史工作的张艺民 和业者共同研究 改用工业酒精 通过官方的毒害测试 金纸的重镇 以竹南制造品牌共同努力 老传统在新时代要跟上转型 把金纸的内涵度 长出来 从老竹中的历史源流 为什么金纸会在竹南落地先根 我们为什么烧金 把它加以文化价值 还有品牌化 民国百年被称为是金纸业的变革年 致力于无毒少烟害 让它能够符合时代需求 继续保留下来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 terrific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